公元757年 唐玄宗李隆基终于回到了他阔别两年之久的长安 不过这时候应该叫智德二年 而不是什么天保年间 智德是唐素宗李亨的第一个年号 智德这两个字出自于孝经 智德为孝 唐素宗以此为年号就是想告诉天下人 他之所以当天子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老父亲李隆基再次回到长安 这是完成他的智孝之举 但李隆基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 就只能呵呵了 不过现在的李隆基似乎并不在乎这些 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李隆基 他现在不过是一个垂木的老人 他的生活更多的是依赖于他的回忆 他这时候最想看到的是他的贵妃杨玉环能为他再跳一曲《霓裳语衣舞》 再为他弹几首琵琶曲 这些在几年以前可以轻松实现的愿望到现在已经变得绝无可能 因为他的贵妃杨玉环已经混断马维泊 所以这时候唐明皇最想做的事情就命人去马维泊 他要为杨贵妃改葬 关于这件事情 新旧唐书都有所记载 但是呢 又有所不同 据旧唐书记载 说派去的人回来向唐玄宗禀报 说打开棺木以后看到肌肤已坏 香囊有存 而新唐书却是只提到了香囊有存 至于尸体是什么状况 却只字未提 这时候距离马维泊之变 不过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所以未经防腐处理的尸体已经有些腐坏 倒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新唐书为什么对尸身的状况只字未提呢 大家知道新唐书是北宋期间 由欧阳修和宋齐主持编转的一部纪传体的史书 反映的是唐朝这段时间的历史 新唐书在编转过程中的重要的参考书目 就是成书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旧唐书 所以欧阳修他们不可能没有看到旧唐书对于这件事情的记载 那么是不是他们觉得肌肤已坏这四个字并不重要呢 这个也肯定不是 因为在唐朝的时候 不管是在文学作品 还是一些笔记题史书中 对杨贵妃之死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 而关于他是不是真的死在了马维泊 正是各种猜测的中心之点 所以肌肤已坏这四个字并不是可有可无 无关紧要的 在各类的文学作品中 白居易所写的《长恨歌》更加加重了这种猜测 《长恨歌》中有这样两句 说马维泊下泥土中 不见一语言空死处 意思呢 就是说 在马维泊下没有找到杨宇环的尸体 新唐书的作者很可能是注意到了 在这之前很多的文学作品史书对这件事情的描述 所以他对旧唐书记载的肌肤已坏这四个字存有了一意 但是呢 他又不能完全的肯定或否定某一方的说法 于是新唐书就采用了一种折中的方案 就是把这四个字隐去不说 既不提当时在马维泊下是否看见了杨宇环的尸体 也不提没有看见 他这样明哲保身的举动 却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的遗团 也使得杨贵妃之死变得更加的扑速迷离 杨宇环到底魂归何处 是马维泊还是东营日本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地方 他是在马维泊兵变当天就被刺自尽 还是被人成功的掉了包逃出生天 最后是克死他乡 关于这件事情 古今中外不少的史学家和民间爱好者都有着不同的解读 但至今仍然是扑速迷离 莫终一事 所以今天呢 我就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杨贵妃之谜 杨贵妃是一个川妹子 她的高祖父杨旺 曾经在隋朝的时候做到了上驻国将军 后来因为党夫王世冲 被唐太宗李世民诛杀 所以如果从他高祖那辈算起 杨家和李家可以说是有着血海深仇 等到了杨玉桓父亲这一代的时候 杨家已经逐渐的衰落 他的父亲杨玄衍 不过是在蜀州做了一个私户 杨玉桓十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去世了 他后来就由他的叔父来抚养 在杨玉桓十六岁的时候 他迎来了他生命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在当时贤姨公主的婚礼上 贤姨公主是唐玄宗与伍惠妃所生的女儿 在这个婚礼上 他邂逅了当时的寿王李茂 李茂看到了杨玉桓可以说是惊为天人 于是他就要求他的母亲吴惠妃要娶杨玉桓为妻 吴惠妃也非常喜欢这个情商颇高 而且又是国色天香的小玉桓 于是就把他聘为了寿王妃 恐怕吴惠妃到此也没有想到 他这次不是给儿子聘了一个媳妇 而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继任者 杨玉桓与寿王李茂结婚五年 五年的婚姻生活应该可以说是比较圆满的 李茂对杨玉桓是非常的宠爱 在这期间作为唐玄宗李隆基的儿媳 相信杨玉桓一定是不止一次的拜见过他的这位公公 唐玄宗对他一定也有印象 不过那时候唐玄宗李隆基的心理装着是舞会飞 所以对于杨玉桓的印象 在他的心中可能只是淡淡掠过而了无痕迹 等到舞会飞去世以后 唐玄宗就陷入了对他的这位爱飞的无尽的思念之中 而变得茶不思 饭不响 在网上很多人说呀 当时是他的近视郭力士看到了唐玄宗这种状况非常的着急 于是就向唐玄宗推荐了杨玉桓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不太靠谱 那时候杨玉桓已经是做了多年的寿王妃 高丽氏总不能跟唐玉桓说 说您看您最近茶不思饭不响的 长久下去对身体不好 您身边呢 是缺少一位美女 您看您的儿媳妇杨玉桓怎么样 让她来伺候你 你觉得如何 他如果这么说的话 我估计唐明皇一定会跟他翻脸 马上就会斥责说 说你高丽氏好歹也算是我朝的高级干部 怎么能说出这种有备人伦的话来 杨玉桓是我的儿媳 我怎么能够战为己有 你把我李隆基当成什么人了 肯定会马上分不作用 把这个高丽氏赶出宫去 让他马上去帮我办理这件事情 当然了 最后一句话是开个玩笑 所以高丽氏绝对不会向唐玄宗提出这样的建议 很有可能是在武惠妃去世以后 唐玄宗再次见到杨玉桓的时候 也是被杨玉桓的美貌所折服 回到宫中以后 杨玉桓的身影依然是挥之不去 所以呢 他就找高丽氏来商量 说你看杨玉桓如此美丽 怎么就便宜了兽王李茂这个小兔崽子呢 害得我这只老兔子干鸭鸡嘴 想吃也吃不上 虽然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 但是如此香美的草 我不吃心不甘呢 高丽氏也是集领导所及 就趴在唐玄宗李隆基的长耳朵边上 嘀嘀咕咕 说了一番 将这样运作 您就可以甜甜的吃上窝边草 那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 首先 他是颁布了一道旨意 以为他的生母窦太后起伏的名义 命令寿王妃杨氏斩断陈元出家为道 并为他在宫中建立了一个道观 叫太真观 杨氏呢也被授予一个道号为太真 让他到宫中的道观中进行修行 所以这时候的杨宇环就不再是寿王妃了 而只是一个道姑 在宫中修行的道姑 然后五年以后摇身一变 杨太真就变成了杨贵妃 这种乾坤大挪移的手法 在后世也被很多人采用 经常出现在一些金融犯罪活动中 罪名就叫洗钱 虽然说唐环宗李隆基绕了这么一个大弯子 但是这件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就是仍然行的是翁习之间的不伦之举 在历史上 管翁习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叫巴辉 为什么叫巴辉呢 有很多种说法 我比较认同的一种说法呢 是说寺院中的那个香炉里面的有一些锡 有些偷盗者呢 为了想得到这些锡去市场上卖钱 他们要先扒开覆盖在锡上面的那些香灰 而锡与锡同音 所以偷锡也就变成了偷锡 巴辉也就成了翁习不伦之恋的代名词 当然了 还有一些不同说法 说是什么王安石啊 苏氏啊 曾经有过巴辉之举 但其实啊 这些都是文人之间的相亲之举 不足为凭 以王安石和苏东坡的人品 也绝对做不出类似这样的事情 在历史上 巴辉巴的最厉害的皇帝呢 还不是唐宣宗李隆基 应该算是后来的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 这个朱温的巴辉呢 不光是磕着一个香炉巴 他是把他们家所有香炉的灰都扒开了 就是为了偷锡 严格意义上讲也不能算是偷 应该是这些锡自己送上门的 朱温呢 把他的几个儿子都发到了外地去驻守 而把儿媳们都留在了京城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方便让他的儿媳们经常来为他侍寝 而且可笑的是 他的这些儿子儿媳们对此也没有什么意义 儿子还鼓励自己的媳妇好好侍奉自己的父皇 以便能使自己将来继承皇位 一时间啊 后梁的宫中是春意盎然 奇乐融融 朱温的儿子们驻守的四处边房呢 也是气定神前 绿色大骑士呼啦啦的飘扬 朱温父子合力打造的这片绿色家园是生机盎然 但是很快朱温就生病了 生病的时候 他和他最宠爱的他的养子朱友文的老婆王氏 说让他马上让朱友文进京 这事儿被他的亲生儿子朱友龟的老婆张氏听到了 于是张氏就告诉了朱友龟 让朱友龟抢先下手 当时朱友龟正好是卫戍京城 于是在当夜他就杀死了他的父亲朱温 朱温就这样为自己的偷袭付出了死的代价 要说能把八徽这件事情做得如此清新脱俗的 应该还要说是唐玄宗李龙基 经过他这一番神操作 朝堂之上对他与杨贵妃的关系并无太多的议论 即使是史书对此也是多有隐晦 那么唐玄宗为什么会如此的迷恋杨玉环 而不惜背上不伦的骂名呢 首先呢 应该是因为杨玉环的美丽 就像李白在诗中所描写的那样 云响衣裳 花响容 春风伏剑 路滑农 若非群玉山头剑 会向摇池月下风 可以说是因为杨玉环的美丽 才引得明花青城两相欢 常得君王戴孝坎 人们常说呀 唐朝是以胖为美 但是呢 唐朝的这种胖呢 也并不是臃肿 而是一种丰满 很多野史书对杨玉环的身高体重都有不同的描述 有人说他是身高1米64 体重138斤 还有人说他是身高1米55 体重120多斤 反正是体型微怕 但是五官和肌肤应该都是无可挑剔的 最吸引唐玄宗李隆基的可能不只是杨玉环的美貌 还有他的性格 那种小鸟依人的性格 特别适合唐玄宗这样的大英雄 此外呢 杨玉环和唐玄宗李隆基还有共同的爱好 就是音乐 杨玉环不光是善舞 对音律也是非常的了解 他会弹琵琶 杨玉环是宫中很多妃嫔的琵琶老师 而且他还善于激庆 而李隆基也是一个音乐天才 所以在这点来说 他们二人是志趣相投 再加上杨玉环的情商颇高 他是乖巧又善解人意 虽然有时候有一些小丢蛮 这也让唐玄宗李隆基有时候奈何不得 杨玉环可能是本身的性格使然 再加上他又太过于得宠 所以呢 有时候就不免的使出一些小性子 他曾经两次被唐玄宗李隆基赶出了皇宫 第一次是在天保五年 那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 唐玄宗就说杨玉环度汗不逊 简单的说就是吃素 而且还跟唐玄宗耍小性子 唐玄宗一怒之下 就把他轰到了他的唐兄的家里 杨玉环是一大早被赶出宫的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唐玄宗就变得烦躁不安 而且还大声的呵斥身边的宦官们 高丽氏一看就知道唐玄宗一定是想杨贵妃了 但是呢 他又不能直接的跟唐玄宗说 咱就把贵妃接回来吧 您就别扛着了 这样的话唐玄宗会下不来台 于是呢 高丽氏就跟唐玄宗说 说你看咱们宫中这些当年贵妃用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咱们都打打包 让顺丰快递送到杨贵妃的府上去 唐玄宗呢 马上就同意了 高丽氏一看好像是有门 所以等到了快晚上的时候呢 又跟唐玄宗说 说你看要不然咱们就把贵妃接回来吧 唐玄宗呢 马上就答应了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 唐朝的时候 长安是要实行宵禁的 所有的宫门法门都要关闭 唐玄宗为了迎杨贵妃归来 特意打开了兴庆宫的宫门 杨贵妃回来以后 见到了唐玄宗 马上是仆府余地向皇帝请罪 唐玄宗有了这么一个舒坦的台阶 也就转怒为喜 安危杨贵妃 二人是重归于好 而且从此以后是恩宠日龙 第二次二人闹得更厉害 这一次呢 网上有的文章说是杨贵妃偷吹了宁王轮刚刚吹过的紫玉笛 这样就引起了玄宗皇帝的不满 玄宗觉得这个笛子我大哥刚刚吹过 你接着吹 你们俩这是几个意思 所以盛怒之下 就把杨玉玄赶出了皇宫 不过这种说法呢 显然是不靠谱的 因为第二次赶杨玉玄出皇宫是发生在天堡的九年 而这个时候宁王轮 宁王轮就是上期我跟大家提到的李隆基的大哥李承契 当年是李承契把太子之位让给了李隆基 历史上李隆基对他这个大哥一直是非常的敬重 李承契也是恪守本分 但是没想到后世还是被网上黑了一把 这时候的宁王轮已经去世了十多年 所以杨贵妃第二次被轰出宫的原因肯定和宁王没有半点关系 至于具体是什么 现在已经很难查考 估计也就是夫妻间的一些口角 这次两个人闹的比较厉害 搞得杨国中觉得大难临头 毕竟他们杨家上下的生死荣辱 都是有赖于杨玉桓一人 所以杨国中就问济于当时的忽不郎中吉温 问我该如何办 吉温答应帮忙 向唐玄宗觐见说 说杨贵妃富人而已 无知实 他触怒了皇上罪当万死 但是呢 您不能让他死在外面 您要让他死在宫里 玄宗皇帝当时正在吃饭 一听这个呢 好像感觉要失去杨贵妃 于是呢 就让他的宦官把桌上的这些菜送给杨贵妃 杨贵妃见到了从宫里来的太监 看到了这些饭菜以后呢 就非常的悲伤 哭着说 说我一身上下的所有东西都是皇帝所赐 只有我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 现在我要死了 没有什么来报答皇上的圣恩 就剪下我的玉璃头发来报答皇上吧 等玄宗皇帝见到了杨贵妃的这缕头发 担心杨贵妃真的会去死 于是什么都不管了 马上命人接杨贵妃回宫 大家发现没有 杨贵妃跟李隆基这两口子是很有意思 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如果在后宫 不管是皇后也好 还是妃嫔也好 如果他们犯了错 都是按公规处理 要么赐你自尽 要么打入冷宫 没听说 轰回娘娘的 这完全不像是帝王所为 更像是普通老百姓的行为 杨玉桓这人呢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 她并不是像长孙皇后那样具有使命感 想着怎样的辅佐自己的夫君 自己的君王 能够好好的治理国家 也没有像武则天为皇后那样的具有很强的权力欲和控制欲 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报复 她呢更像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小女人 只是希望自己有人疼 有人怜 偶尔呢又可以使个小性子 发个小脾气 还有人来包容她 平时呢唱唱歌 跳跳舞 吃个荔枝 过着这种相对来说简单的生活 虽然她冠绝后宫 但是呢史料记载上也没有说她曾经害过谁 杨家确实是在唐玄宗期间是权力熏天 危害朝政 但是杨家的封赏是唐玄宗给的 他也不能拒绝 至于杨家的所作所为 连唐玄宗都分辨不出好坏来 那怎么能怨得了杨玉环呢 杨玉环也极少干预朝政 为什么说极少 而不是说她从来不干预朝政呢 是因为她确实有过一次干预了朝政 但是这一次却害了她自己 也害了唐玄宗李卢基 这还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 唐玄宗痛定思痛 他知道这些祸其实都是因为他所引起的 所以呢 他想做一些事情来挽回 当时呢 他已经拟好了圣旨 准备自己欲驾亲征 征讨叛军 同时令太子监国 等到把叛乱平息以后 他再把整个国家交给太子 自己去做太上皇 从这道旨意上来看 唐玄宗还是体现中他在开元年间的一代圣主的风采 我惹的祸 我自己来背 不能让我的儿子来扛这个雷 也不能把一个乱世交给自己的继任者 唐玄宗的旨意都拟好了 就等着要发布了 但是这时候有些人不同意 最不同意的就是杨国忠 因为杨国忠跟太子李亨的关系非常的不好 他也以前也多次曾经毛害过太子李亨 所以如果太子监国继而继承皇位的话 那么杨国忠恐怕自身是性命难保 所以这时候杨国忠就求自己的唐妹杨玉环 让他向皇帝求情收回成命 史书记载 当时杨玉环是贤土陈情 为什么要贤土呢 贤土是中国古代臣下对自己的君王表示自己以死谢罪的一种表达 类似于复经请罪 不过比复经请罪的程度要严重的多 唐玄宗看到自己的爱妃梨花带雨哭得如此伤心 心头一软 最后还是收回了成命 试想一下如果当时真的唐玄宗欲驾亲征 对当时的民心士气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那么在之后至少不会出现马维波之变 大唐今后的命运也可能会因此改写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杨玉环这次干预朝政 结果是害死了自己 顺便说一句 其实最坏的还是这个杨国忠 杨国忠和李林普没法比 李林普是奸 但是有能力 杨国忠是没有能力 就是坏 若说是祸国殃民的本事 杨国忠可以说是有家族遗传的 据旧唐书和资质通鉴记载 武则天当政期间的二章之一的张一之 就是杨国忠的舅舅 也就是说杨国忠的生母就是张一之的姐姐或者是妹妹 而且还不是表亲 新唐书则更加进一步说杨国忠就是张一之的私生子 是因为张一之那时候得到了武则天的宠幸 但是张一之的母亲担心由此张家就会绝后 所以在张一之回家探亲的时候 安排了一个丫鬟与张一之同房 生下了杨国忠 这只是新唐书的说法 并没有其他的辅证 但是杨国忠与张一之之间的关系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 在唐玄宗期间 二张兄弟被平反 也是得益于杨国忠向唐玄宗的觐见 所以在马维波 杨国忠绝对是该死 终于又说到了马维波了 那么杨贵妃真的是死在了马维波吗 还是他被人搭救逃出了升天 关于这一点呢 我总结了一下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就是在新唐书 旧唐书 资质通鉴 玄宗本纪 这些史书中都明确的记载 当时杨贵妃是死于马维波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杨贵妃当时并没有死 而是被人搭救了 搭救后的去向又分为了以下几种 一种是去贵州说 还有一种是一位台湾学者考证出的杨贵妃去了美洲 认为杨贵妃当时的出逃路线就是走了当年徐福去美洲的路线 不过那时候呢 只是公元700多年 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公元1492年 那时候的美洲大陆还处于刀耕火之那种原始蒙昧的状态 所以杨贵妃如果到了美洲的话 一定要非常小心 当时当地呢 还有吃人部落 这些人可不在乎杨贵妃长得美不美 他们在乎的是好吃不好吃 还有一种说法是杨贵妃逃出来以后入了道观 叫太真观 更多的人 其中包括很多的日本学者 他们都认为杨贵妃当时是逃到了日本 而关于杨贵妃到了日本以后的落脚点 也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他到了日本的酒精 这种说法是说当时兵变的时候 进军的将领陈玄礼就和唐玄宗高丽氏商量 以一个侍女代替了杨贵妃自义而死 陈玄礼还亲自厌看尸体 确认是杨贵妃无误 而真的杨贵妃却在当时的红卢寺政卿杨宣的帮助下 红卢寺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 红卢寺政卿就是外交部长 而杨宣的又是杨贵妃的侄子 同时杨宣又是唐玄宗的驸马 因为是主管外交事务 所以红卢寺呢 跟许多的浅唐使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样就在日本遣唐使的帮助下 杨贵妃成功的逃到了日本 当时的落脚点是一个叫九经的地方 据说杨贵妃到了九经以后 受到了日本天皇的热烈欢迎 随后杨贵妃就在这个地方定居了下来 而且呢还帮助皇室平息了一场叛乱 更加赢得了日本国民的拥戴 安史之乱平定以后 唐玄宗还特意派出使者去探望杨贵妃 而且还带去了两尊佛像 杨贵妃也接见了使者 但是呢并没有再回到中途 只是把自己的发簪让使者带回交给唐玄宗 再过几年 杨贵妃无疾而终 就埋葬在了日本 现在在日本的九经还有杨贵妃墓 还有供奉唐玄宗送来的两尊佛像的庙宇 杨贵妃到九经一说 是出自于日本作家渡边龙册的一本书 叫《杨贵妃复活密史》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杨贵妃当时到的并不是九经 而是到了一个叫山口的地方 这种说法呢 是说当时杨贵妃确实被迫自溢 但是呢并没有死 在进军离去以后 他是悠悠行转 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 做了一艘空颅船 里面放了几个月的食品 就让这个空颅船随着海浪一直漂泊 最后漂泊到了日本的山口县 但是杨贵妃到了山口以后很快就去世了 说起日本的山口县 这还真是一个出名人的地方 大家知道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就是出自于山口县 还有一位大家熟悉的影星 特别是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 非常熟悉的一个日本影星 叫山口百惠 他也是出自于日本的山口县 而且山口百惠呢 还曾经在电视上公开宣称 他自己就是杨贵妃的后代 当时呢 可以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可是杨贵妃怎么可能在山口留下自己的后代呢 即使是根据那个传说 杨贵妃到了山口县以后 也很快就去世了 不可能留下任何的后代 况且杨贵妃以前和寿王李茂和唐宣宗李隆基处了这么长时间 一直也没有孩子 怎么到了日本居然会有后代呢 难道日本这块土地可以治疗不育症吗 那么是不是我们当年崇拜的偶像山口百惠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其实呢 这也不是 山口百惠的先祖确实是姓杨 在1986年的时候 日本山口家族的人特意拿着自己家族从康熙年间流传下来的一道家谱到中国来寻祖 最后确认他们的先祖是来自于浙江三门的杨氏家族的杨明州 说杨明州当年出海遇到了台风最后是在海上一路漂泊 最后是漂泊到了当时的琉球 其中有一只最后辗转到了日本的山口县定居 因为两方的家谱衔接准确无误 所以可以确定山口百惠的先祖确实是姓杨 和杨贵妃的杨氏是不是同一只 这个就很难考证了 不过应该说完全有这种可能 因为杨氏一族在唐宣宗期间发展的是非常之大 所以如果有庞之最后在浙江定居也不足为奇 现在国内的史学界呢 都倾向于认为杨贵妃是死于马维泊 如果问我个人的浅见呢 我是同意这个结论 但是对他的论证过程还是有一些疑问 国内史学界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论据是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说唐宣宗不敢 他不敢不杀杨贵妃 怕激怒了当时的禁军 这话听起来是没错 如果要让唐宣宗一个人做这件事情的话 他真的是不敢 但是他如果能够得到当时禁军首领陈玄礼的帮助 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 他可能就敢了 再有一种说法呢 说东渡日本是一个九死一生的旅程 当年的见真和尚好奇一生 六次东渡最后才成功 而在当时的马维泊仓促之间 是不可能做好必要的准备的 所以成功的几率非常小 确实是成功的几率非常小 但是并不能说他就不能成功 毕竟在唐朝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浅唐史 往返于日本和中国 他们能来 为什么杨贵妃就不能去 至少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论据只能说明杨贵妃东渡日本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并非是绝无可能 我倒是觉得在本期视频开始的时候 提到的旧唐书和新唐书 关于唐玄宗要改葬杨玉环的记载 倒是能够证明当时杨玉环确实是死于马维泊 因为唐玄宗知道他的贵妃就埋葬在了马维泊 因为不管是谁当时帮助了杨贵妃逃出生天 那他一定是要得到唐玄宗的受益的 否则谁也不可能做到 而且谁也没必要这样做 如果唐玄宗都认为杨玉环葬在了马维泊 而且还让人日后去改葬的话 那么说明他当时并没有受益任何人去搭救杨玉环 杨玉环确实是死在了马维泊 那么是不是由此就可以认定这个事实呢 杨贵妃死于马维泊 葬于马维泊 如果我们脑洞开的再大一点 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唐玄宗派人去挖开杨贵妃的墓 并不是真的为了改葬 因为唐玄宗知道杨玉环的尸体并不是在那里 他打开这个坟墓的墓地 不过就是为了想找到一些杨玉环生前用过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那个香囊 也让自己有一个纪念 同时也是掩人耳目 让世人都知道杨玉环确实死在了马维泊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刚才说的杨玉环去了日本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方 就都变得有可能 虽然说可能性非常的小 当唐玄宗在晚年一个人枯坐在无稽宫内 面对着杨玉环的画像和那只香囊 不知他会做何感想 是不是对杨玉环的这份思念把他自己都感动了呢 但是他又该如何面对马维泊上发生的事情 说好的在天愿为比翼鸟 说好的在地愿为连理之 到最后却是你死我生 或者正如张爱玲女士所说的那样 唐玄宗爱杨玉环爱的不是他的容貌 而是他的热闹 既然他自己亲手杀死了这份热闹 那么现在独自的品尝孤单寂寞 难道不是应得的吗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